第四迷 Browse 已經在台灣正式上市了 那我知道應該很多觀眾朋友都想要知道說 他跟那個Netface 大家都知道 到底有什麼差異 其實講坦白一點 沒有什麼差異 兩個其實都是屬於觀影類的APP 我個人使用下來的心得啦 我必須要這樣子講 就是以體感上面 Netface的4K 網飛好不好 網飛的4K 跟迪士尼的4K 比起來阿飛覺得迪士尼的4K來得更加的細緻 這是體感 如果你是網飛的支持用戶的話 阿飛還是實話的跟你們說啦 我自己體感用起來目前是迪士尼Plus的4K畫質來了比Netface好 因為Netface在前陣子我記得好像有降他的畫質 那這個的話迪士尼不知道之後會不會這樣子做 但目前為止他的畫質是來的比較好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針對畫質有很需求那種重度的朋友的話 你們可以往迪士尼Plus這邊來訂閱 對阿飛來說其實兩個我都有訂閱 可是這支影片我沒有辦法放比較給你們看 對這是我在加入的 因為我把兩個放了比較 然後給你們看之後 結果 結果跳版權出來 我傻眼 我刪了好幾個鏡頭都跳了版權出來 所以沒有辦法我只能用這樣子用講解的方式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使用下來迪士尼Plus的體感 真的請你們諒解啦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會比較注意的就是 認證 迪士尼認證的電視盒有哪一些 其實他在官方網站上面已經有寫啊 像是Shield TV啊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啊 Fire TV啊 小米盒子 那一些安卓電視盒 我記得Dynalink那些都有支援 那其他一些還沒有提到像是什麼 米庫啦那些 他們只要在外盒 外盒上面 有那個 Disney Plus 就是他有迪士尼的官方認證 那沒有認證可不可以播 可以播 那這裡有一點要特別提醒一下 我現在在錄 可能之後已經更新了 所以我現在只能大概講一下 我測試了好幾台 他有認證的那個 電視盒 幾乎都是有4K的 幾乎都是有4K 但是也是少數有出現像是 米庫的那一台KM2 那他在4K上面是跑不出來的狀況 那這個的話呢 我認為啦 是他們官方後續會在更新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不太用擔心 只是現階段可能沒有4K的可以選擇 那像是安博啊 易波啊 這一些類型的 電視盒的話 因為他們本身就有一些好用的第三方程式了嘛 所以啊在這一種什麼 neckface或是Disney的這些認證的話 你們就 別想太多了 對 他們可能 就算他們去申請了 我認為也有很大的機會不會過 喔 這是 跟大家直接名講的地方啦 所以現階段我認為啦 如果你們真的很有興趣 這一種觀影類的App 的話 我傾向的做法就是啊 你們買 電視的時候 選擇 4K以上 然後呢 有智慧 電視盒 功能 就是所謂的安卓TV 瀉面的系統 那一些功能的 智慧電視 因為這類型的電視 他們往往啊 都會已經有做了那個 Netflix啊 Disney啊 這些有的沒有的認證 像是Pong的認證也有 所以你們在使用 可能像是安博易波 這些電視盒的時候 你們只要切換 HDMI的來源 就可以使用了 因為目前阿肥的房間裡面 就是用小米電視 那一台65吋的那一台 那如果說我想要看其他的 那種安博盒子啊 或是小雲啊那些的 我就直接 一鍵切換HDMI 切到安博啊 那些頻道上面去收看就好了 那這是我推薦給大家的方法 對因為 畢竟 像 阿肥這一種 重度使用的話 我 當然一個安博盒子 一個電視盒 其實他是滿足不了我的 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Netflix也有 Disney也有 那 他們沒有辦法安裝在安博上面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 我就是透過這個小米電視 然後來達成 我想要看4K的Netflix 直接在上面就可以收看啊 對真是說Disney 還有就是啊 我認為Disney plus在 漫威系列的電影 他上邊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就像他們官方那邊已經有 跳出來好像12月中旬的時候吧 對現在還在線上的那個永恆組 他就會在Disney plus上面上 來了 所以 欸 說認真的 一年才 將近2800的價錢 算是一個還蠻便宜的收費 而且同時可以支援4個用戶 來收看 你們看 湊個4個同學 或是4個朋友 同事一起收看 今天也是一個 蠻划算的 就也不會那麼的 覺得好貴喔 負擔不起 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肥使用到目前的一個狀況 原本我是有拍 很詳細用4K那個電視 拍他的對比出來 結果 我只要上那個片段出來 全部都一直跳版權出來 所以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阿肥只能用講的來跟你們分享 好 請你們見諒 那喜愛追劇的人 阿肥是認為 可以直接下手 不用考慮 之後 我覺得 可能那個 之前我說過 那類型電視盒 有好用APP的電視盒 他們可能都會再開車 設一個專區 就是 Disney Plus 專區 信不信 你們信不信 因為 之前那個Netflix 他們都有特地 設一個專區出來 我覺得Disney Plus 一定也會有 好啦 所以去看之後的一些廠商 他們怎麼做啦 這阿肥也不知道 今天影片 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對於Disney Plus 使用上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留言 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知道他的訂閱真的是結帳 非常的慢 我也是被雷到的那個 可能我上片的時候已經改善啦 但目前我現在錄製就是這樣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HFB 每週一跟每週四 晚上六點準時唱片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weet 掰掰